实力在2021年6月进行第一届全台十玉律城市大调查 评选出十玉律五星城市 仅有花莲县、台东县、宜兰县、嘉义市、嘉义县五个城市获奖 那么在这一次也利用石农博览会的盛会 特别邀请荣获五星城市的长官来出席颁奖 那么花莲县是由县长徐正卫代表受奖 期许全台县市能一同为石农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 达造一个全民都是石农教育实践者的新时代 根据行政院农委会114年9月到10月进行 全国民众饮食与农业消费专题调查当中 全台超过九成的民众认同推展石农教育的必要性 且有兴趣参与农业相关体验 石农教育在全球对下一代的教育上趋势越来越重要 实力也在2021年6月份进行第一届全台石农丽城市大调查评选当中 石农丽五星城市 欢迎政府也荣获五星城市 由县长徐正卫代表接受 取取全台县市能够为石农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 打造一个全民都是石农教育实践者的新时代 我想癌症的这个石中 已经在今年又快了十一秒钟 大肠癌也是世界第一个癌症这个第一位 所以石是非常重要的 并从这个口入 所以花莲卖向有机首都 花莲也自在成为有机首都 更为有机城市 智慧花莲有机花莲 这是我们为2030年来推动的目标 有机花莲不只是食农食育 有机花莲跟我们所有的生活息息相关 智慧城市有机花莲 现在徐总表示 花莲政府从104年开始推动食农食育 这七年推动之下 无论是前往农村还是部落体验在地生活 都结合了在地的饮食文化 房谱归正的同时 幸福也在城市治理方面运用智慧科技 同时也感谢实力传媒创办人同意 想协助办理这次的展览会 而这次有机不再局限于农业 生活方面都会被有机推动 而饮食竟然是生活必需品 食欲就应该深入生活的推广 不仅从教育开始扎根 拥有健康身体更是追求的目标 因此更需要秉持的三代土地 将美好的环境让花莲与台湾被国际看见 记得讲一句话是不是老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花莲与台湾的好处 我看这儿怎么会有很多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看